宾哥你的年终奖都要发一万多 我靠我在富士康干了十年 没有哪次超过一万的 都是七八千七八千的 你都能发一万多 天理不容啊 人魔语大王 我的天哪 宾哥在大学毕业之后就进了发财康 在里边干了将近十五年 过年回家的次数 用一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 知道的他是在富士康宁洛斯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黑社会当卧底 真是现实版的三年又三年 他说今年的发财康年终奖比去年发的少 只能发一万多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有呢总比没有好 这一万块刚好就补上了 他的大A里边的亏损 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不相信 富士康能发一万多块钱的奖金 其实呢信不信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你自己去富士康干十五年 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 宾哥拧螺丝拧了一年了 我是在外边瞎折腾折腾了一年了 宾哥今年也没挡点钱 我怎么挡点钱 股票给我收割了 还是挺开心的 吃个年夜饭嘛 看着小电影 好喝着小甜酒 关于亏损 我们没什么话好说 没有人逼着你去买大A 其实做什么事有什么结果 大家心里都会很明白 投资也没有只赚不赔的道理 路怎么走都是自己挑的 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我去超市里买了一些肉和菜 决定跟宾哥吃一个年夜饭 以前公司赚钱的时候 会给留守的员工几百块 让大家找个饭店吃年夜饭 现在的公司不怎么赚钱 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 提同考路离开了富士康 年纪大了的话就喝不了酒了 干脆还比这个汤 麻烦拿过来也没用 茅台的话我是特别不喜欢喝 受不了那酱香味你知道吗 我喝了那酱香味 就一个礼拜脑袋不清楚 你说真的怎么喝 喝不了 不然高低我给你整一瓶冰哥 什么酒他妈喝的不醉 那酱香味的受不了 别的酒醉人 它是那种酱香味的不行 受不了这个味 你受得了吗 你喝过吗 不会你连酱香味的 我从来都没有喝过酱香味的酒 对外都是说自己不喜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对未曾拥有的东西 就怎么也喜欢不来 有人说我把阿Q精神玩到了极致 我觉得这是他们对我的偏见 冰哥今年给家里打了八千块钱 虽然没有钱回家 但是给家里打了几千块钱 那个钱还是有的 父母年纪大了 以后需要他打的钱可能会越来越多 本来以为不结婚就可以躺了 现在看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还要承担善养父母的责任 明天要给你家里赚点钱吗 这场是三千万 前一段时间找了五千 感觉以后每年底要款一两万块钱回去 剩下的自己留纸 不吓得了 对啊 总之要有人养老的吗 对啊 现在我爸爸也不怎么干活了 干不动了 这家里的东西 你觉得压力会不会大 比方每年整个一两万 就做了 一两万也就三个月的工资嘛 都用了 他不行 应该在2015年的时候有机会买房子 当时他没买 因为他觉得不管是投资还是自住 买房子的杠杆都有些高 接着他就看着房价一直涨 涨到现在就更买不起了 然后没有房子 他就结不了婚 结不了婚就没有精神寄托 没有精神寄托 钱就只能扔给大A 越扔给大A 就越没钱 纯属死循环了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就是相亲 你们那相亲 女孩 你还是要房 要车子是吧 结果有的时候会觉得 房子它是一种负债呀 哪里都一样 人家的女孩经常找一个 有房的 要么是 在这边 就是在工作地买房的 或者是在哪里买房的 这个意思 买的话 你全款买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带款买的话 搞的压力非常大 那也没办 现在没就这样吧 现在跟钱不一样的 钱无所谓的 你他妈的有房没房 才不是一样 该觉得 现在的 现在你家里干的房 别人都看不上 都要买的那种商品 方便以后他妈的 分的都好分嘛 也就是 家里有房 她还不能住吗 或者 这女孩子觉得这个房 她到时又分不到 就买不了钱 还分不了嘛 是这样的吗 然后你为了 为什么 那老家现在好多人 在家里盖房 难道娶个老婆 你能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我是觉得 呃 是因为 城里边的房子 有厕所 不要暖 你说 那厕所 那天老家里的盖房子 也不一样啊 在家里面都厕所的 哪个又不是汉厕所的 这主要的还不是 他不是商品 他不能留童话 他只是一个住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正儿八经的爱情的 就以前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妹他们结婚 无所谓啊 只要你有房租就很啊 他谁管是 这管是买房 还是自己建的 我无所谓了 现在都都 你提就是问 你有没有在城里买房 谁会问你有没有在家里面干啥 那他妈就一件钱了 那你还打算买吗 后边还打算买吗 买个蛋 我在那前 然后自己都累 我他妈孩子已经过算了 吃完火锅 我跟冰哥去朋友家里喂狗 那几个朋友回家过年 让我们帮忙喂一下 朋友的房子是1800一个月 一室一厅 说贵不贵 说便宜呢 也不便宜 在深圳的居住成本 大都是这样 你这就是帮忙 这就是帮忙 等一下 咱们说的 给他自己会 这边的房子 刚好他们的旁边 就有一个空房子 带大家看一下 1800块能在深圳 租到什么样的 有一个很大的客厅 有一个卧室 这卧室也不小 这卧室也挺大的 是吧 一万一千 百年快 深圳城中村的大年三十 异常冷静 绝大多数店铺都关门了 只有水果店门口的老狗 无忧无虑的到处罚游 他已经很老了 走得非常慢 没有哪个人会在意他 我拍他的时候 他冲我叫了几声 就当是跟我打招呼了 租房的人们 提着大包小包 跑回了老家 整个深圳 好像被抽走灵魂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2024年 大家都发大财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